你好,我們是西雅圖公立學校的招生計劃小組成員 Mercer國際中學現已超過可容納人數 我們正在討論開發解決方案的過程 和尚聽聽你的意見 請在演講結束時使用在線表格提供你的意見 意見和想法將有助於開發的解決方案 有關更多的訊息和最新的資料 請遊覽我們的網站 www.seattleschools.org.mercer-capacity Mercer國際中學很涌极 現註冊的學生人數已經超過學校規定的人數 當發生這種情況時 就會遇到一些挑戰 因為學校沒有足夠的課室或者是洗手間 走廊也變得很涌跡 飯廳和體育館都過小 Mercer已經超人數當年 到目前為止 以下是學區解決該問題的一些方案 1.西雅圖批准了一項稅款 已拆除現有學校 並建造一棟更大的建築物 2.學校建築內的現有空間已被更改 原本可以用於儲存的房間 已經變為辦公室或者是會議室 3.新增了臨時課室 現在有24個臨時課室 比校區任何學校都多 西雅圖學校董事會會在2020-2021年期間 暫時關閉了新學生的入學申請 新搬到Mercer區域的學生將不會被分配到Mercer學校 Mercer的永劑問題不能僅通過更換新建築物來解決 新建築物將擁有更多的空間 但是Mercer已經擁有的學生人數超過了學校可以容納的人數 而且新建築物直到2025年的秋天才可以完工 在施工過程中Mercer學生將搬到臨時地點 臨時的場地和新的中學大樓都要可以容納一千名學生 這是學校區對新中學建築物大小的標準 當學校很擁擠時 我們會查看附近學校的入學人數 看看他們是否也很擁擠 距離Mercer最近的兩家中學 這兩家學校都可以容納更多的學生 校區的每所小學都有一所直屬中學 目前有六所小學的直屬中學是Mercer國際中學 這四小學分別是Bikin Hill、Dearborn Park、Hearthstone、Kimble、Mabel、Rising Star 目前有六所小學的直屬學校是Archicross中學 這四小學分別是Dunlap、Immersion、Graham Hill、Martin Luther King、Rainier Will和Wing Luke 目前有三所小學的直屬學校是Washington中學 這四小學分別是Bailey Gutser、John Meir和Thurgood Marshall 這是有關Mercer國際中學做出決定的當前時間表 此時間表可能會調整 如果明年Mercer有所變化 校董會將在二月公開招生之前做出決定 我們的網站將提供最新的訊息 目前學區公道人員希望收到你的想法和意見 我們將參考你的意見 查看註冊和可容納人數的訊息 然後我們將作出可能的解決方案 我們將在今年秋季末時回應社區 並分享這些解決方案和徵求你的反饋 現在我們已經討論了Mercer國際中學永劑的問題 我們希望收到你的內信 你認為我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請使用在線表格發表意見 www.seellowschools.org slash Mercer that's capacity for more! 或許多靡若 是否跑發表意見 你加速的解決方案和分析